好来看到迈入第11年的台东热气球嘉年华 目前正在池上木野的度假村进行体验的活动 但是10号下午突然传出火烧意外 一颗热气球正在进行热膨胀的时候 遭到突然的吹起阵风来影响 吹遍了其中一颗球飞进一旁的树林 还烧到了热气球的球体 所幸当时除了驾驶员之外并没有其他游客 而驾驶员也马上熄火降落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一波三折的热气球活动终于在日前决定了举办日期 目前正在池上木野度假村举行细流的体验活动 不过昨天却发生了一起热气球燃烧的意外 据了解当时热气球正在准备力球的热膨胀 现场突然吹起了一阵怪风 把场内的四颗球都吹得东倒西歪 其中一颗甚至还因此飞了起来 被吹往附近的树林 而该球的燃烧器还烧到了球体 引起了现场一阵骚动 所幸当时球框里并没有载客 热气球的驾驶员也立刻熄火降落 一旁的地勤人员也随即从树林里 将热气球的球皮和瓦斯设备抬出来 县府招官处表示 热气球升空之前都会经过现场指挥官评估 而这次属于罕见的意外 同时也是热气球加年华活动举办以来 第一次发生烧到热气球的情况 昨天在热气球开始之前 其实飞行指挥官都有做当地的气流的判断 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 根据实际上面的状况就是 突然间来的这个强势的这种逆风 导致昨天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刚刚热气球而已 所以人还在那个球栏里面 离地面也不高 就它是整个被带到旁边去 那因为它本身有球栏 球栏就可能挂在树上 所以基本上人员都是非常的平安 那因为瞬间的这种风势 导致它在喷火的时候 那个火就火苗就烧到球皮 本次意外发生后 也依照民航事故的通报流程 通报民航局 而民航局也要求业者提出完善的计划 避免未来再次发生同样的情形 我们会要求就是要求它对于这些措施 未来这种气球在气流作业的时候 如果在防止说突然的一些风向改变 或者是突然一个阵风 这些气流的这个绳子 它在做热气球方向的调整的时候 这些绳子还有棒的一个方式 如何在做强化 而在天际航空提交报告 并与民航局开会讨论后决定 让热气球继续飞行 教官处也表示 本次意外事件 热气球只烧到防火部 处于可以修复的范围 并不会影响到整体热气球的活动 记者陈吉林池上相报导 不过在适合当务 有什么风呢 最适合我们的飞行 我们需要 我需要